好 今次找到劉永達議員 講講高鐵投票的意向 民主黨現在又怎樣呢 民主黨其實是未最後決定的 因為本身我們就 第一內部就談了好多幾次的討論會 我們又親自約過公共諸聯盟 我又親自見過蔡仁川的居民 又找個政府去談 兩邊的意見都深入辯論過 但我們內部還要開幾次會才決定到 到時的決定是基於什麼原因呢 除了開會之後 有什麼決定要支持什麼是投反對的 我想一定有好幾個因素 我們會想清楚 第一個因素就是那個高鐵 是不是好像政府所說的長遠 對整個香港的運輸發展是重要的 第一點確立了之後 第二點就說 就算是這麼重要 是不是一定要把總站放在九龍站呢 感受是否真的不行呢 當然第三我們要看成本效益了 因為它比較貴的 六百億 是否這個六百億是使得其所呢 當然第二四我們要想起那些受影響的居民 包括蔡仁川的居民 大閣嘴 還有大閣嘴的居民 其實我攜充都有的 各方面居民 他們本身 因為這個收地或者賠償 受影響所處理的問題 不處理好了 我想可能我們綜合這幾個因素去想 其他的同事 即公務小組裡面其他議員 你會不會想一想 有沒有一些議員 在整件事裡面是會有利益衝突 是沒有申報到利益的 即我純粹給湯家驊上次 《新世界》那件事 你和他啟發的 會不會這個你們會去斟酌一下呢 其實就 因為那個利益申報制度 就有狹義和廣義的 狹義的就是 你有沒有直接的金錢利益 例如我是想著 將來會投標起高鐵的公司 當然你是公司會受利益 你是公司的老闆 那你就申報 當然李遠 你說我是 我是本身 我那個 界別 是建築工程 但我公司是不參與的 你說這個間接你需要申報 一般我們就不會這麼緊的 甚至 他們說我是鄉議局 收地對我的鄉民有好處 是的 因為那幅地不是他 如果那幅地是他 無論哪一個同事也好 無論他是鄉議局的同事 或是一般的同事 如果收地會收到他上那幅 就有直接金錢利益 因為他會收到有付錢 這個就要報 但如果我不是 我只是有關團體的負責人 我是鄉議局的成員 他收到地只有一些鄉民 這個就很間接 間接來說 我們就未必要求他申報 如果他有間公司提供一些材料 給他建高鐵 那些鋼鐵 那些鋼鐵 那那些會 如果是這麼誇張 就要報 分兩樣 如果他直接拿了合約 他要報 我公司是做水泥的 已經跟地鐵簽名合約了 我現在就供應五百萬噸鋼給你 這是他申報 但如果不是 我只是做一般建築生意 不過建高鐵 我整個行業 整個建築行業都會水上船糕 這間接就未必要申報 如果高鐵的站附近有個樓盤 他也是那些樓盤的董事 你也笑 感慎細報 其實這個我們遲了討論 對 因為坦白說 你說沒有實際影響是假的 但坦白說 如果我不用多一樓 我住在佐敦道附近的舊樓 有高鐵 有了西九文化區 從某個角度 就一定會有少少經濟效的影響 水上船糕 樓價也貴 不用多 五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 就是等著了 但這個是我們不會覺得 是直接金錢力的 我們一般就不用辛苦 但如果你真的住在那裡的 立法會的同事 你又覺得 說起來 好過不說 我的制度就是 必須你一定要報 如果你覺得那些是 剛剛碰到的 你覺得要報好一點的 我們又會叫你訂購的 這個是最均真的 免得那些人 將來拆出來抽證你 你就自己更麻煩 好 多謝李永達議員 Thank you 很厲害 很厲害